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好意思,上星期 小弟中了一招 一個星期,現在都沒有什麼事 祝大家身體健康 百度不侵 最緊要是生活愉快 最近好像不少人 有些自殺案發生 身邊有些同事 家人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時 很多事情都不要緊 不要看得太執著 其實很多事情 不是想得太壞 總有出路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一個話題 之前拍過一段影片 如何選擇香港高息股 現在的 組合主要是 QQ 即是美股的納斯特克指數 和安聯的 收益及增長基金 都是以美股那邊為主 QQ ETF 比較被動息 現在正在坐貨 安聯是比較主動型的投資 我自己想的時候 都想分散一些風險 以前自己都很喜歡去選股去買 現在去到人生這個階段 都叫做輸得起 即是錢都可以輸得起 所以都會 接下來 在香港 新加坡 台灣 都會選一些 過往派息比較平穩 盈利都尚算平穩 穩制公司 純粹拿來收下息 就不打算有很大的資本增值 希望打散一下 不要只靠安聯或是靠美股那邊 今天 剛剛我去A-Stock 去看看近來哪些公司 就來除淨 除淨之前買入 可以收下息 看到一隻 建行 其實我以前都很討厭這些銀行 我覺得價格不太會升 只是派高息 又對大陸的公司 感覺是一般 但我去看看 過往這麼多年 大部分時間 都是增加派息 所以這也是很難得 特別在這幾年 就算經濟一般 派息也是一年高於一年 我們看到 現在派息率也差不多有8厘 最近一次 因為它是一年才派一次息 最近一次是人民幣每股0.364 差不多每股的港元是0.42 現在的股價是5.59 差不多是8厘 即是說 如果我在6月29日之前買入 在7月29日一個月後 就會收到8厘息 這是一個不錯的 而它首季的純利 都是有6.77的增長 我估計 這麼多間國內銀行 增長最高 即是大型銀行入面 是招行 接著就是油柱行 這兩間都是一間 很優秀的公司 不過招行 前行長被中國政府拘捕了 所以搞到它有一段時間 跌得很厲害 油柱行也是我另一間 會爭持的高息股 不過剛剛建行就除淨了 所以就買了建行 如果我們看看過往的公司的盈利摘要 我們看到建行的盈利 都是比較平穩增長 即是我們不用擔心它 因為盈利大幅倒退 而令到牌息大減 我們看到過往的幾年 而我們看看大行的評級 也是平均 我們看看12間的評級 目標價是8.39 現在5.55 就還有很多空間 但為何可以這麼寬 但整個都升不下去呢 我還是有點疑問 所以我對於建行或國內的銀行股 例如公行等 中行 心理準備就是它不會大升 但純純賺了一個息 但平均我們看到 如果2022年最接近的5個大行評級 其實差不多有8元左右 所以現在不是叫貴 我會做了這幾個篩選 那我究竟買了多少建行 多少錢入 以及會收到多少息呢 那我在IB呢 就在星期五 就用了72,670元 即我買了一萬三股 就買了一萬五毛九 Cost 大概七萬二千多 佣金就給了一百多元左右 那我就買了一萬三股建行 即是說 我去到除淨之後 7月29日 它差不多每股大約四毛指 即是 我在這裏 我就會收到五千二元左右的股息 但我呢 就是給了七千二元 那這就是第一個部份 下七萬二元 那我收到五千二元 那也不錯 這裏差不多 7厘多 8厘 那因為建行是恒指成分股 我另外就做了一個一年的期權 售賣了一個cover call 那又多少錢呢 那這個cover call 就是建行去到2023年6月29 即是一年後 那現在買了5.59 那整年後 就希望它有5.75 那這個呢 就是多了很少 即是5.6多了7.5 即是多了1.5 即是多了3% 那因為它會除了4厘多 那即是說 如果去到下年 它是去到5.75 那我就給它 那我賺到3% 但是呢 我就已經收了百厘 那這裏呢 就有11% 那還有呢 這裏呢 有個期權金的 就是2毫子 0.2 是的 每股2毫子 那即是如果5.59 我當作6元 不是5.6 的2毫子 這裏都是3厘多的 即是說 那我透過這樣呢 這裏3厘多 如果去到年尾又升到5.75 是的 那收多3厘 就6厘 加8厘 14厘 就14% 那如果它升不到上去 那我都收了11厘 那我就下年又繼續 又收息又繼續行 這個期權操作 那所以我自己對它的期望 都是不會怎麼大升的 那當然如果它到時 就是升到去 5個 或者升到8元 那我到時再想 那 可能就到時取消 那個期權合約 那再做另一個新 那 那但是 我自己就 這個操作呢 就純粹希望呢 就是 它的價格 不會怎麼大升 正正常常 不會怎麼大升 然後呢 收個期權金 收到 8厘 那這個就是我的操作了 那希望一年就收到 10厘 那 有機會多些去到14厘 如果它升得多 就再看看 或者看看下年會不會 就是它穩步慢慢 每年都會 幾個%幾個%增加 這就是我 健行的操作 那 其實如果有一些朋友 他開頭不是只有那麼多錢 可能只有10萬8萬 我自己覺得 就 而年輕 不如買 SPY 就是標準普通 500指數 或者QQ 去累積那個財富先 配合六活五線譜 但如果你有200萬元的港幣現金 我想收息每年5至6厘每個月的1萬元 你都覺得滿足或者樓已經供滿了 我覺得派息基金 即是安聯 以及派息的ETF 我之前介紹過XYLD 分散一點點 你自己也想選一些股票 當然你買了股票之後 你盡量不要怎樣看它 否則你會增加煩惱 所以我之前鼓勵大家 買基金或者ETF 就是減少選股的煩惱 但如果你有多餘的錢 都想分散一下 這樣就可以遵循我剛才所說的 即是你作為一個參考 不要跟我 我純粹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也買回少許股票 因為我的資產都夠大 那我就算買10萬8萬 或者我有80-200萬買這些高息股 對於我來說 不是太大影響 它減少許派息 我只不過收少一點 而且我每個月都會上班 我或許會再選一些股票 所以我一隻高息股 一定不會超過10萬港幣 這是我自己的規限 所以健康買了7萬多 我最多買了3萬多 然後就選第二隻 所以我會在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但大家不要覺得是一個投資的建議 不要說 我跟你買了建康 我重駐 到時跌下去怎麼辦 我預計它不會升跌 或者跌下去 我都不會怎麼理 對於我來說沒有什麼影響 但可能對於你來說會比較大影響 所以如果你的錢不是太大 你買指數基金會比較好 我自己覺得 或者你不想看到股票上落很辛苦 那你買基金、牌息基金、指數基金就算了 不過我都會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在做什麼都會跟大家分享 但大家千萬不要亂跟 下一個月我會再看看 另外哪些股票又隨正 盈利又不錯 牌息又穩定 如果是指導成份股 做了一個期權更加不錯 但當然你做了期權 你限制了它上升 可能到時健康升得很厲害 那我又要再搞一輪 不過我自己滿足自己的期望就可以了 每年有十多%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收到息 那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